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遭受到一些批评 所以就是这件事情引起我的好奇 就是为什么批评啊 它会让人造成这么大的压力 会这么抑郁到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 好 其实也不是只有今年嘛 好像一直以来韩国的演艺圈的压力都非常的大 其实东西方都有啦 是是是 而且特别在网路就是普及之后 大家要能够去发表自己的言论越来越容易了 是是 就很多键盘侠啊 对对对 所以为什么批评这件事情对我们有这么大的影响呢 对啊 好 这其实是还蛮直觉 就是当我们遭受批评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会觉得我们是被排挙的 哦 我们是被遗弃的 我们会被隔离在外 就是我们不被喜欢嘛 所以才会有非常有名的 那个畅销书马被讨厌的勇气 就在讲这件事情 哦 也就是说它那个背后可能关乎到是个人的生存 没错 没错 其实我们是演化的产物 所以其实你知道在以前 我们都是团体的一个活动的时候 当你被一个团体抛弃的时候 其实是很可怕的 意味着你就是没有办法活下去 那这个东西其实一直有留在我们的DNA里面 而且在我们的文化里头 在东方文化里头更是强调群体的价值 还有你在群体当中能不能和谐的融入 跟大家在一起 这会决定了你的在这个团体的地位也好 或是你可以获得的多少 所以在东方的文化里头批评这件事情 很容易让人过不去 很容易让人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关乎了我自己 比如说在演艺圈里头 是不是代表着我就不会红了 我是被喜欢的 会不会就是我不被 我被我的粉丝抛弃了 我是不是真的很差 我被市场接受吗 对而且其实你也知道演艺圈 你之前跟这个行业比较近嘛 对对对 他们的标准其实是蛮高的 而且是超乎一般人的水准 我觉得是蛮严厉的 因为竞争性也很强啦 因为竞争性强 所以他们就必须把自己hold到某一种状态 就是不容许任何的一点瑕疵 甚至于丑闻 就像我们去年啊 是不是也有一些演艺人员 他因为丑闻的事件就影响到他们的演艺生涯 所以你这样一讲 我就马上就连到了 因为他们更需要大众的喜欢嘛 对 就我们一般人 虽然我们可能知道 哦被讨厌真的是很不舒服 可是我还可以说 我要淬炼一下我自己的心智 然后我要学着不被这个影响 可是在演艺圈里头 他要谦呼的事情是更多的 你的代言 对不对 你的指涯 所以在演艺圈我觉得 他们遭受到的压力 真的是比一般人大 非常非常的多 好 那经过杨老师这样的说明啊 我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批评他会对人造成这么大的压力 那接下来我就会好奇就是 那另外一方呢 也就是在键盘后面 就是打下那些关键字 就是去刺激人们的那些评论 就是这样子的人 他们为什么要留这么不堪入目 或者要这么伤人的话是吗 对 就是其实我知道世界上有这样子的人 我可以理解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 那这样子的人 他们背后的心理动力是什么 我觉得又可以几个原因 就是一般人 如果我们要超越别人 有两个方法嘛 一个就是让自己真的很优秀 让自己的能力赢过另外一个人 那当然这一条路比较辛苦 永远跑在前面是不是 就超前部署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把别人打下去 那就可以我是 我是比较好的 一个是我要花很多力气 才能赢别人 另外一个就是 这比较辛苦 对我去攻击别人 我就可以赢别人了 这条路比较简单 对 而且这条路可以让自己 就比较优越 因为你知道站着说话 不要疼嘛 对不对 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在给很多 以为的建议 以为的 我只是在说我的感觉 我其实是为你好 或者是觉得 我也只是告诉你 我的想法 它其实特别是 在网络的环境里头 我们在留这些言的时候 你可以想一想 你在就是说一些话的时候 你会真的觉得 这个人在你面前 仿佛你是直接跟他说话 然后去打下这些字 还是你其实不觉得 这个人是存在的 你在打这些字的时候 是假设这个人 可能不会看见 或者就是你根本不把他 当成一个人 你才能写下这些东西 对 而且你刚刚在讲的过程里面 我就有一个视觉化的效果 就是假如 假如我是那个被攻击的人 我这样一排的留言看下来 其实那个压力真的很大 他会觉得好像万箭穿星 对 而且好像会觉得 是全世界的人都这么认为了 是 毫无空间了 可是仪璇如果我问你 今天在网络上留言 你会 你会觉得 就是好像这个人 在你面前说话一样 你再直接跟他说话吗 你心里会有这样的距离 你是说我是拼命的人吗 对 你心里会有这样的距离吗 就是你在打这些字的时候 其实没有 对 对 其实这就是 匿名性的一个效果 就是他常常会让人 忘记的这是有重量的 这些话 听在别人的耳朵里 是会很心痛的 网络的距离 跟匿名话这件事情 会让我们觉得 这个东西没要没紧 就是 这没什么 就跟你好像随手丢个垃圾 有什么 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对 就你刚刚 你刚刚那个反问我的问题 就让我想到 其实如果说啦 因为 因为我其实不是很喜欢 批评别人的人 但如果我今天会 随意的批评人 坦白讲 我离开那个 网络的荧幕之后 我其实是 自己过自己的生活的 是 我甚至不会再回头来看 这些留言 你自己写下了什么东西 对 对 其实我会觉得 这比较符合一般人的 是 所以有可能我们说了一句 不经大脑的话 然后我们就觉得 就一句话 可是听在另外一个耳里 是 很辛苦 特别是那个当事人 而且是很刺很刺的 所以 有一个做法 有一个原因是 这些人为什么会说这些话 一个就是 他想要让 他可能在生活里 很多挫折 所以他透过这样的情绪宣泄 来让自己觉得好一点 这是一个原因 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我觉得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我们把我们心中的害怕 跟讨厌投射出去了 比如说你刚才有讲 去年台湾也有一些演艺人员 因为他们的感情事件 是 是要受到非常大的 压力 舆论的压力 对对对 我们先不论对错 因为婚姻里或者是感情里的 谁是谁非 其实不好说 你不是当事人 可是你看哦 在这些 回应当中 你可以仔细去 注意几个 是 比如说有一些人是 一觉得外遇这件事情 好了 就不由分说 然后就觉得 就是背叛的那两个人 就是吼戏 然后或者是 他们就糟糕到了极点 然后完全 没有要做任何理性的思考 其实这背后 有可能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 他自己受伤过 所以反应特别大 反应特别大 另外一个就是 他在保护他自己 可能他是 有一段感情的 然后他很害怕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所以他借由攻击别人 来保护自己 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 投射是 他自己的功课 没有完成 于是他看到别人 做出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他感觉到威胁 或者他感觉到 这不可容许 他没有要管 细节是什么 所以他就觉得 就是 他的反应就很直接 而且只有一种层次 就是很愤怒 很愤怒 可是你问他 又不是你家老公 你为什么要这么生气 他可能会用道德来说 这不可以 这是 如果这样 违反伦理的事情 对对 社会有多乱这样子 我没有说这是错的 可是在这些背后里头 有没有更多是 我们自己内心有一些 一些还没有过去的结 或有一些害怕 没有处理 所以我们就投射在外面 那有一些人 很喜欢攻击别人的外貌 比如说 特别像女生 很容易被攻击 不好看 有没有 其实同样的YouTuber 就是男生就不太会被攻击 外貌这些事情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女生的YouTuber就是 一定要被嫌弃一下 妆容啊 然后身材啊 然后就 你会发现 如果同样是男女的话 女生被攻击的比率 非常的高 好 而且常常是针对外貌 真的 那这件事情 其实也反映着 我们社会 对于女性的一个尊重 是不够的 对 然后对于女性的要求 常常会是很外面的 嗯 就是漂不漂亮 对 这真的还是比较根深蒂固的那种 物化女性的思考 一直延续下来啦 对 所以你看 你刚才问我 为什么人会攻击 对 其实它是非常复杂的 嗯 它有个人的 呃 这个情绪的问题 它有个人优越感的问题 嗯 个人创伤 甚至是创伤的问题 嗯 那甚至也有 它没有处理的情绪 或者是文化的氛围 是 都在里面 那我们很多时候 就会透过攻击别人 嗯 来让自己感觉好一点 明白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 网络只是凸显 网络只是凸显 让这件事很容易被看见 嗯 那其实在网络还没有出现之前 它也是存在的 嗯 大家不要觉得说 哦 就是网络让这件事情变多 其实以前就大家私底下 关起门来骂嘛 嗯 这些东西不会传出去 是 但现在就是因为有网络这件事情 所有的事情都看得见 嗯 清清楚楚的 对 我觉得你如果有想要练习你的 自我价值感的话 我非常鼓励你可以开设一个 YouTube或 Blog 然后或者是你有粉丝页 你只要做得好啊 你给大家这个功课也太难了吧 没有没有 我觉得蛮好的 就是如果你想确认你的自我强度够不够的话 嗯 我非常鼓励大家 可以做这件事 做这件事 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也是在经营YouTube之后 是 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底下流 其实我们都会看 是 我们都很重视 但我们没有每一峰回 对 等一下可以来讨论 面对批评可以怎么做 嗯 但是我其实 嗯 很 从一开始看到 批评会 就是跟 跟刚刚讲一样 就是就好像有拿针子跟你戳一下 这样 嗯 但是我后来就会去慢慢去感受 那我为什么要感觉被戳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训练 以前的我 可能就觉得 嗯 好啊 批评就 就就是批评吧 对 我尊重你 可是当它一直一直每天发生在你的生活里 然后你常常每天每天都会收到 各种留言 而且我们会有一种被突袭的感觉 哈哈 就是我们 我们当时当初其实不是那个意思 嗯 对 但后来就是 大家听了之后会变成其他的意思 对对对 就很多很多 嗯 那当然我还是很感谢 其实很多网友是 很好的 大家是 呃 有看到我们的用心 对对对 然后我不是说 所有的留言都是 不好 也没有要大家只留好的留言 只是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入口 让我去觉察 嗯 哎呀 每当我觉得被刺到的时候 是什么东西被刺到了 对对 我们也可以反攻置行嘛 对不对 嗯 对 嗯 因为嗯 比如说就我自己的例子 OK 我就自己分享一下 好啊 我每次被戳的时候 嗯 第一时间不管对方的留言 是 当然我后来会学着去分辨 嗯 哪些留言要去在乎 但哪些就划过就好 哎 你就直接回答我的下一题啦 等等你要问下一题啦 就是面对批评的时候 怎样会比较健康的应对 我先告诉大家 有的时候 重点不是那个批评的内容 嗯哼 你如果很花力气去讨论 他这样说对不对 有没有道理 其实 我觉得 没有意义啦 就像你刚才讲 有些人留完言 他就走 排排屁股走了 对 他就过他自己的生活耶 他根本也不忘了 他没有care你的啊 对对对 但你自己留在那 对那你何必要care他呢 嗯 所以 虽然你这样讲 好像云淡风景 你不要care他就好 可是我觉得 对当事人来讲 不容易 是 那个不容易是因为 其实每一个留言 会刺伤到 每个人心中那个点 嗯 的原因是不同的 对 比如说 像我 嗯 每当我看到 嗯 一些会让我不愉快的留言 嗯 我第一时间跑出来 他反映到你的是什么 小声音 你大家可以 如果你有这样的经验 你也可以去回想 你日常生活当中 你被你的同事 或被你同学 对 或被你的家人朋友 他们也不一定都要批评 只是默默在背后 说你一些话 嗯 你的第一时间的 那个感觉 感觉是什么 像我自己的第一时间 我都会觉得 哎呀 我做错了 嗯 我是不是哪里没做好 哦 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小声音 是因为 我从小就是一个 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 有有 我听你讲过了 然后 我对于每一次犯错啊 嗯 就是对方还没有惩罚 我已经惩罚自己一百遍 对 其实你对自己还蛮严格的 对对对 那这个严格 给我很多好处嘛 是 比如说 他让我在很多表现上面 可以真的是 有一定的成绩 没错 他有 他有你 他成就了你 现在的你 对对对 但是他另外一块的部分 就是会让我很辛苦 嗯 对 他就是每天会有留言 我第一时间就想 我到底讲了什么东西啊 嗯 然后或者是 哦 原来这个东西 呃 不能这样讲 有的时候 这是很快的小声音跑出来 我先不要说 这对还不对 嗯 不对哦 但他就会在第一时间 影响到我 让我觉得 哇 我做错事了 嗯 那也许那下面第二层的 想法是 啊 我不完美 嗯 好 那第三层可能是 啊 我不完美 所以我不会被爱 天啊 这真的是 智商心理师 才有办法自己 帮自己分析了三层 不一定啊 我们一直在教大家 我们做了那么多集节目 我相信大家会越来越 可以做得到这件事情 OK 好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哎 一个 一个外在刺激跑出来之后 其实不是只有那件事情 而是你对那件事情的诠释 嗯 我就会看到自己的那个流动是 哦 我做错 然后我不完美 不完美就不会被爱 嗯 所以我就会很害怕 哎呀 一旦遭受到攻击的时候 嗯 我就 我就要被排挙在外 嗯 那当我知道了这个小声音的时候 我就可以去处理它 对 你怎么调整 就会第一个事情是 它一定是这样嘛 嗯 你不完美就不会被爱 一定是你想的那个逻辑 一定是这样嘛 一定 你的日常生活 一定有没有你的旁边的人 就是很 没长脑 是 它有很多缺点 但你还是爱它啊 嗯 你还是接受 嗯 这就是它的一部分 对 它有很多的 还可以值得更好的地方 但是 你也许 呃 就是会包容它嘛 嗯 对不对 是 就是一个 所以我会觉得 呃 如果听众们 你在面对批评的时候 我不是叫你不要难过 嗯 可是你可以在难过之余 想一下 为什么这件事情 这么搓痛你 嗯 它到底搓到了你什么 嗯 而且给出建议 或者是给批评的人 它是谁 嗯 这是第二层 嗯 我刚才是说 你先留在自己的位置 就好了 嗯 先留在自己的位置 做自己心理的功课 OK 不要跑掉 好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花力气去 呃 觉得 那那个人是谁啊 那个呃 嗯 就是 不要理他 或者他 他不是 他是个nobody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 呃 不是不能这么做 可是我觉得 它对于你去 强壮你内心的 这个免疫力也好 或是你 帮助比较少 是不是 对就是 这对你以后将来 再遇到这种事情 嗯 再一次 不一定会有帮助 OK 因为不一定 每一次都是nobody啊 对对对 maybe有一次 给你批评建议的人 是真的是 很很重要的人 是 而且他讲的 真的是很中肯的话 是是 但不等于你收得下 是 也不等于你在 接受这个批评之后 你可以穿越这个批评 所以我会邀请大家 在你接受批评的时候 第一时间 先留在那个 情绪里头 OK 很不舒服 嗯 很 很想要骂人 会啊 我也会有想攻击的时候 嗯 但是我觉得 再多深呼吸几次 嗯 现在大家可以深呼吸一下 允许自己留在里面 嗯 去看清楚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嗯 什么东西勾引到你 对 到底是 核心信念 到底什么事情 让你会这么的care 跟所有的情绪 都留在那里面 是 嗯 所以 很多时候外在的事情 只是来反映我们内造的 内在的画面 OK 那我们真的能调整的是我们内在的画面 好 就是第一层的功夫 嗯嗯嗯 那等到这一层功夫 你都做好了 你心里的强度 你不再是 每当你一遇到 比如说像我不再是 一遇到批评 我会那么快的怀疑 我自己的价值跟不悲哀 我可以确定 我是北爱的 我也是够有价值的 那我再回头来看 那这个批评 好 批评可以分三种 哦 一种是 三种 一种是 它是真的有道理的批评 嗯 比如说有一些网友 他留言的时候 他会很清楚的跟你说 哎 这一集的哪里 哪里 哪里 那可能是 哪里有口误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 就是很具体的 是 我们有错嘛 对对对 我们就赶快修正 如果是我们真的口误的话 我们当然就是 很乐意接受的 或者是他就去说说 嗯 比如说 我之前有收过一个批评 是什么 大概很久 可是因为他 我们家网络这件事情 他 你几百年前做的事 他有可能都觉得 是今天你做的事嘛 嗯嗯 以前我在 还没有那么熟悉 广播的时候 我可能 资商师有一个习惯 是什么 我们讲话很 很 很需要去同理 跟对方同在 所以我可能 嗯喝的 几率会比较高 比较高 我好像有意识的觉察 我自己就叫自己说 嗯你不要嗯喝 因为这样会干扰 听众的 就是收音的品质 这样子 就是 就是在一些部分 说是就好 是 你不要那么多嗯喝 但是其实这是 我资商师的习惯 嗯 那在刚开始 做我的时候啊 这就是这种习惯 嗯 它就是我的一部分嘛 是 所以我就当然带进来 那因为后来也有发现 那也给我回馈 我就有调整 这大概是 三四年前以前的事情 嗯 然后最近又 可能大家去听到以前的 呃 节目 节目 对翻出来 我们都是放在 YouTube上 都在网络上啊 我也没有拿下来过 对对对 然后就有网友批评 这件事情 嗯 他就再批评了一次 这样 这件事 嗯 然后我就看 我就 我就看着这个留言 我就 嗯 你就停在你那个情绪里 对我就停在 那个情绪里头 我就问我自己怎么了 对 你发现谁吗 我其实没有很生气 嗯 我也没有难过 嗯 现在的我 嗯 然后我就看一看 我就说 有两个想法跑出来 第一个想法是 哦 是的 这是以前的我 这是以前我 真的是这样的我 他没有说错 在那一段录音 至少是这样子 嗯 但同时我也不一样了 那你这个反应好健康哦 嗯 就是我 我留的那个情绪 哦 这是以前的我 但现在其实 我有进步 而且我真的有觉察 这件事情 是 不敢说完全都做得很好 可是我觉得 我有去留意这些事情 那这件事情 也成为我的一部分了 嗯 那另外一个东西是 哦 有一些人 我看着他留言 他是 他就 他就觉得那是 我的现在嘛 嗯 我就发现 哦 有一些人 会很需要 这样的一个出口 嗯 来让他觉得 他比你厉害 哦 那我就接受 这是他的部分 你这个转化也还蛮 蛮巧妙的 就是 就是我觉得每一次 接受批评都是一个 很好的机会点 去检合 你自己怎么看待你自己 OK 因为批评一定是你感觉 他攻击到你嘛 你是那个target 对不对 你是那个目标物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机会点 是我们留在那个情绪里头 不急的去跑掉 嗯哼 然后去看到你内心的变化 是什么 对 所以我前几天看到 这个批评的时候 我就哦 OKOKOK 嗯好 那看起来这个批评 对你来说 其实反而是助力 是是是 一方面是我刚才有说 我的心理健康也变强了 因为做久了之后 你会被训练到嘛 我觉得是蛮好 就是那个免疫力 你知道吗 就是每次每次 小小留言 小小留言都是一个 就像病毒这样子 帮你更新病毒嘛 对对对 小小的就不会那么觉得 难以承受 那如果一次很大的时候 就会比较需要一点力气嘛 好 好那回过头来就是 我刚才有说批评有三种 第一个是他真的是知道自己 在说什么 在说什么 然后他是有根据的 比如说 哪一段到哪一段 我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就算这是他觉得 可是他是有根据我们的 真实的内容的一些想法 然后他没有要刻意曲解你的话 我觉得这些批评 大家要也有能力去把它收下来 是是 每一次看到批评的时候 当然都不会太好过 因为他其实就好像在提醒你 你好像没做好某件事情 或你忽略某件事 可是我其实现在会觉得 哇我很感谢 大家来告诉我 我可以哪里更好 对 让我们更好 因为你知道吗 要有一个人 就大家都很忙 然后要愿意花时间 花精神 然后有的时候 要看那个当事人的留言 很长耶 他写的长长的一篇在下面 是是是 那你就会在想 需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让他愿意花时间写这么多字 嗯嗯 那背后一定有他的需要 对 然后当然如果他给的建议 是真的很好的时候 我也会觉得 哇 他一定是很喜欢我们 才会要说这么多的话 对对 而且那某种程度来讲 就是其实他 他也信任我们 才会愿意跟我们讲这么多 他很私密的事情 对不对 不一定 私密的事情是另外一件事 我们今天在讲的是批评 是 或者是建议 不一定要到批评 是建议 嗯 好 所以你就会看的事情是 哇 他要花这么多的力气 嗯 写下来 是 你今天如果不喜欢一个人 不在乎一个人 你会花这么多力气 跟他说话吗 不会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反过来看的 OK 那另外一个批评 第二种的事情是 这就是他的点 没有得谈 嗯哼 就是他就是不喜欢 这个声音 嗯 这跟你好不好无关哦 对 他就完全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啊 对对对 那这种状态的时候 或者是他就是不喜欢 我们很喜欢一直 置物行销我们的课程 嗯 那这个东西也不要去argue 因为你有你做节目的需求嘛 对不对 然后 呃 我们有我们的 考量 考量 那你能接受你就留下 嗯 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太多太多 你不喜欢 那没有关系 我尊重你 对 这个东西就是不用讨论的 是 他给的建议也是为真的 是 也许是真的 诶里面有之路 嗯嗯嗯 而且每一集可能都有 对 但是他就觉得他不喜欢 他要一个很纯粹很pure的 他要心灵的交流 他不要任何商业的东西在里面 我尊重有人是这样的状态 对 OK 那我只能说很抱歉 就是 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风格 我们的需要 嗯 第三种 第三种就是 毫无章法 没有任何 事实根据 然后他 就是想要来 伤害你的 嗯 不管他去曲解你的 内容 嗯 然后刻意的 你没有那么说 他就是要这样曲解 嗯 或是我刚才说 他就是做人身攻击 嗯 他就是去说你 很胖啊 很丑啊 他只化他自己想要的重点 嗯 就是他 他其实是 你可以感觉出来 他是带着很深很深的 恨意跟攻击的时候 嗯 像这样的人 就也真的不用太在意 嗯 因为就刚刚我讲 他有他内在的 心理状态 没有处理 嗯 那你进去跟他缴获的话 其实你就是进到 他的心理游戏里头 嗯 我们会被跟着 一直一起被往下拉嘛 是是是 所以你看到 如果是这样的话 有哪一些留言 或建议是我们 可以要去 去在意的 那就是有事实根据的 并且他知道 他自己在说什么的 嗯 人的建议 也如果他 这种建议 他说的真的是 很对 可是你很难受的话 那我也得告诉你 不好意思 你可能要 试着接受这个建议 然后 并且把这些建议 真的放到心里头去 琢磨 你可以怎么调整 嗯 我不觉得一个人 完全没有 被批评 才叫做好的 嗯 我也不觉得 当人 被批评的时候 他去承认自己的错误 是不好的 或者是 是自己差的 我反而觉得 这是一件很勇敢的事情 是 要去承认自己 不够好 但我可以 我愿意更好 嗯嗯 也就是说 当我们面对批评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可以先去 分辨一下 那些批评的内容 那如果是对我们有帮助的 我们可以适度的收下来嘛 嗯 那如果我们经过一些 思考跟判断 然后去 找他的脉络 发现都完全毫无章法 其实我们就可以 把他略过 是是 如果他只是个情绪的 发泄 对对对 纯粹是情绪发泄的部分 你就不要去跟他 交迫在一起 嗯 那我们今天啊 跟大家聊了那么多 批评里面的层次之后 我们可不可以最后 给大家一点点小干货啊 是 就是如果 我今天真的很美颂 嗯 我真的很想批评人 我没办法 或者你真的很想建议 好不好 我们把批评换成建议 就是 对方真的有做错的事情 对 然后你想给他建议 我真的不讲不行了 要怎么给 对 会比较好一点呢 好 我们来玩一个角色扮演好不好 要扮演哪一种 就是假设你 我们今天录音嘛 对不对 我们早上有约 嗯 然后你就是迟到了 哦 然后你是迟到的人 我来扮演 天啊 迟到对你来讲是大忌耶 对啊 所以一定要告诉你嘛 对不对 我们来扮演第一种 就是没有修炼的 OK 跟第二种 如果你要说 你可以怎么说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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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我们现在是状况一 对对对对 就是你迟到了嘛 对 我迟到了 对那 那很直接的 我们原本录 我们原本约早上十点半要录音 对对对 结果我十一点再出现 对对对 你先跟我道歉这样子 嘉玲 对不起 我来了 你迟到了你知道吗 你知不知道我讲过多少次 迟到这件事情很严重 你是不是没带脑 还是你根本就不用心 天哪 好重哦 这就是很直觉的反应嘛 就是 他也讲了实话 但是通常对方应该收不下去 就其实你刚刚讲的那个不带脑 不用心啊 就是比较是你自己情绪的 对对对 说法 他比较不是回到事实 是 好那我们现在round two 状况二 我们做一个比较好的示范 好 今天还是十点半录音 结果我十一点才到 然后我现在人到了 嘉玲 对不起 我来了 一璇 我知道你一直都是很细心的人 而且你会把很多事情都准备好些 难道我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早上我们约了十点半 你十一点才到 同时你也知道我对时间这件事情 是非常要求的 我不晓得 你要怎么样去修复这件事情 让我相信你下次不会这样 那同时你知道我在这里等你的时候 其实我是很生气的 我知道你很生气 我刚刚光看你的表情 我就已经在错了 我觉得这个重点就是 不是不能说情绪 也不是不能表达你不开心 可是你要很清楚让对方知道 你到底不开心的点在哪里 而且我也没有完全抹杀掉 一选是一个一直是细心的人 但我不晓得这一次发生什么事了 那也许在表达完这一段之后 可以去做一些了解 到底细节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忘了 是睡过头吗 睡过头的话可能就真的要 就是会要再披风景一点吗 或者是家里有什么事 OK 那我觉得很多时候 表达这件事情是 因为像网络它就是一个单向的表达嘛 你看不到对方 或对方的回应不是及时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怎么去说我们的话 有系统的 并且说的是让人听得下去的 对 能够接受的 而且是对双方之间有帮助的 这真的是需要一点训练 那当然我们的乔老师就有看到这件事 因为我们教学这么多年 我们真的有发现 有些人他带着很大的善意 可是他说出来的话很刺 让人听不进去 就是人家说的刀子口豆腐心 OK 其实我这边可以回馈一下 刚刚我们那个两个状况嘛 就是你第一次回答我的那个 什么没带脑啊 不用心啊 我其实直觉是生气的 而且我会想要反抗 是 但你的第二次的说法 会让我比较容易接受 而且我真的能够好好的去看待 自己这一次做错了什么 是 所以学会表达这件事情 其实是非常重要 它是你可以跟另外一个人 好好沟通的前提 是 你如果没有好好表达 其实你连沟通机会都没有 就像你刚才讲的 你第一时间就想反抗我了 没有后面的沟通了 就没有沟通了 所以如果你对于表达 非常的有兴趣 而且你也很想提升 不管是一对一的 或一对多的 我们现在 齐点线上学院 有开设了一门新的课程 叫做自信表达力 已经可以购买 而且现在是有早鸟的优惠 是 那相关的连结 都在YouTube的下方 我非常鼓励你 就是我们每天 每天都会说很多话 我们会告诉别人 也会告诉自己 我们到底是怎么跟自己说话 那每当我们要去表达 我们的建议 怎么让人收得下去 这件事情是很需要去练习的 是 OK 期待你的加入 让我们一同学习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帮助 我们未来会继续推出 更多更好的内容 拜拜 谢谢大家